那是新娘子基本上不让楼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有多穷 高中毕业当农民时的惨状 现在的年轻人想都不敢想 那年头 农活基本上靠手 交通基本上靠走 通讯基本上靠后 治安基本上靠狗 取暖基本上靠楼 避暑基本上靠房前流 照明基本上靠油 抽烟基本上靠烟斗 基本上没听说过足球 闹未病时没钱买药 基本上靠自己揉 穿着补丁裤子 露着屁股上台跳中置舞时也得扭 柴后基本上靠搂 耕地基本上靠牛 播种基本上靠人拉搂 吃饭时蹲着基本上向喉 早餐基本上喝粥 午饭基本上没肉 晚饭基本上窝头 酒柜里基本上没酒 摘荒年基本上无收 母产千斤基本上胡粥 步票基本上每人一帐六十九 吃饱穿暖基本上靠偷 地主宰子基本上是猪狗 年终决算时基本上人人眼球 瞪眼球 最恨愚公最佩服自首 怕学大债 怕队长生病 当官的哀斗 哀斗者基本上是因为多吃了几口 老人们为盖房给儿子娶媳妇发愁 撞小伙子们基本上不愁 他们干体力活练出了浑身的肌肉 尽管挨饿 他们的小弟基本上不抽丑 但愿意嫁给他们的漂亮姑娘 基本上没有 一枚钱 巴掘小寡妇 基本上靠勾 搞破鞋 基本上靠送两块酱豆腐 新娘子白天下地累得半死 晚上基本上不让搂 说明 那年头搞什么抓革命出生产 树立革命新风上 新娘子一过门就得出工干活 前四条是听别人说的 嗯 对 前四条是会关于 由于装飞 少许 会关于 分事 反显 好的